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可以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话传讲给我们周围的人 神的话真的有安慰 有造就 有劝勉 有鼓励 也有警惕 警告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当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话面前的时候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你应该做对的决定 你千万不要做错误的决定 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神的话当你愿意降服 照着去做 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他不只告诉我应该做这件事 他给我去做这个对的事情的力量 他不只是说不准做那个事 做那个事你会很惨 你会被修理 他不只是这样的警告 当我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 我会得到力量去拒绝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 神的话真的太宝贝了 很多的时候神要透过你 透过我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 当我们每天读圣经 你领受了一些话 分享给你周围的人 当你的话 神的话借着我们被传递出去的时候 谢主 你就会发现真的神的话是带着力量 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话呢 其实我还是说 你放心 祂是全能的神 如果祂要让你知道祂要你说什么 祂一定有方法嘛 但是关键其实不 关键其实常常是在 我不是怎么知道神对我说什么 而是当神说话了以后 我怎么回应 我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 我愿不愿意跟主说 我听到了 我愿意 当你一愿意 你就会经验神做很奇妙的事情 今天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恩典365的时候 我里面也有一些感动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又大又难的决定 你很害怕 你很担心 害怕担心什么 害怕担心做错误的决定 做后悔的决定 主会向你的心说话 打开圣经来读 主真的会向你的心说话 而关键不是我听不听得见 神对我的心说话 关键在当神说话时候 我愿不愿意跟主说 我在这里 我愿意请你帮助我 不只是为你为我 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话 也要透过你去帮助你周围的人 也许他根本还不是基督徒 他也没有读过圣经 但是神把你摆在他的旁边 主透过你把一首诗歌 把一段圣经的话 把一个领受和他分享 若是神自己亲自做工 你真的会看见 人一降服就进到祝福里 那你我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把所领受神的话 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